创造金钱 作者 萨奈亚罗曼 欧林 翻译 郑浩阳 第21章 拥有财富 金钱无所谓好坏 它是一种能量 使用金钱的方式决定了 它是不是有益于你与他人的正面能量 如果你使用钱是出自于最高层面的整体性 如果你是以利益他人 转变他人意识 服务贡献他人的方式赚钱 如果你是全力以赴 尊重他人 专注于你所做的事 那么你是对人类及你自己做出贡献 当你用钱的方式服侍于你的更高目的 并带给自己及他人喜悦 你是在创造光的钱币 从整体性及光中赚到或花用欲多的钱 它就会转换成欲多光的力量来贡献每个人 在生活的每个角落 我拥有富足 真正的富足是拥有你生命工作所需要的每一项 工具 资源 生活环境 以及充满喜悦与活力的生活 富足不是以挥霍的生活形态来炫耀世人 那并无法支持你真正活力与生命工作 灵性的真谛一部分在于相信真正的富足 包括时间 爱与能量 你是以身教来教别人 当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富足的感觉 很难帮助别人去过富足的生活 你不会想把体验匮乏 在生存边缘的生活变成别人学习的典范 当你有足够的钱 而金钱也在你生活中运作时 人们会从你的例子学到富足 许多的冲突和挣扎 来自于相信匮乏 相信匮乏的人们会一再地压榨自然 浪费地球的资源 如果你想对地球和平有所贡献 就从相信自己与他人的富足开始 当社会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是富足的 就会有新发现 既能提供无尽能量与资源 又不会污染耗尽地球 这也会少掉一些战争的起因 地球真正有给每个人富足的潜力 如果人类相信每个人的富足 它就能被创造出来 就从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是富足的开始吧 拥有钱并没有错 有些人有钱会有罪恶感 特别当他们看向四周的人们生活在匮乏时 一些人是在完全物质导向中学习与成长 另一些人则反倒是生活在贫穷中 轻贫不代表更有灵性 富有也不是 如果你担心富有会没有灵性 检视以前你有钱的时刻 甚至只是一点点钱 回忆你怎样使用这些钱 你是不是更能帮助到你周围的人们 当你富足时 你会更慷慨来帮助别人也得到富足 对钱最清楚的人 通常不是很有钱或是没有钱 他们是有刚刚好的钱 拥有刚刚好的钱就没有过多财产的负担 他们的财产是在为他们服务 他们不会把开创生命工作 所需的最佳时间与能量 挪来照料俗事 如果要花很多时间来照顾过多的金钱 会把你带离原先的路 同样的 如果要把很多时间精力来维持生存 也会带离原来的路 你要注意的是有足够的钱生活 不够的话会使你大部分时间 都在担忧房租与食物 你就没有时间与精力 去做你来这世间所要做的伟大事业 想一想 富有就是有足够的财富 来完成你的生命工作 足够并不需要拥有很多东西 例如你的人生目的可能是与大自然工作 你可能住原木屋 花用少少的钱 而仍然有所有的自然资源 来达成你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 你是富有的 重点在于有足够的钱做你来此要做的工作 而不因为过多钱让你远离要做的工作 足够的钱代表你可以把眼光放在行动上 将你周围的能量转化到更高的位置 有些人可能需要很多东西来完成人生目的 他们需要与只有在展现财富权威后 会听从他 尊敬他的一群人一起工作 物质上的拥有可以提供某些人灵性的经验 教导他们此生需要学习什么 就如同没钱也教导了另一些人 某些人因为有钱而得到自由与成长 某些人因为没钱而得到自由与成长 人们需要多少钱是个人的事情 不要凭着拥有或没有什么来评断他人 有些人囤积的大笔财富 后来用来利益世人 即使目前并没有计划这么做 也不是走在灵性之路上 你不会知道任何人生涯背后的更大目的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赚到或拥有多少 而是他实现了多少人生目的 生活快乐吗 有足够的金钱 以及相信他自己 每个人的成功都对我的成功有所贡献 当自己变得更繁荣 你可能就被繁荣的人们所围绕 当你以繁荣的词汇思考 你的振动开始改变 也吸引以富足的词汇思考的其他人 你不必嫉妒成功的人或是感觉受到威胁 领悟到当你接近正在成功的人 你自己也开始有了相同成功的振动 现在就开始相信 别人的成功表示了自己更大的成功 如果周围的每个人开始成功 你是被成功的振动环绕 自己的成功会成长更快的 当听到别人的好运 就欣赏他们的成功 因为你晓得这肯定了你也可以拥有的富足 许多人以为真正的成功意味着 要有一大群人知道你的工作 或是要在自己领域中得第一名 如果这种竞争的感觉 帮助你在工作上全力以赴 那便没什么错 但不必觉得同行的成功会使你不那么成功 这个世界提供无限的成功 每个人都可以是成功的 你可以领悟到你拥有特别之处 不管有多少人从事相似的工作 你此生所要做的 以某方面来讲是非常特殊的 有没有你要竞争的个人或公司 他们的成功会变成你的损失吗 花点时间去描绘他们 当达到超越你最狂野梦想的成功时的样子 接着 想象出他们的成功是有益于你的一个理由 要晓得世上没有其他人 做跟你一模一样的工作 即使看起来工作是相同的 但他们可是在服务你不同的人群 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服务相同的人群 最好能专注在活出自己的潜能 你是不是把人们想要的摆在第一位 你有没有跟随内在的讯息 如果是的话 你就会发亮 你就会拥有你要的全部生意与富足 享受把你的工作做出来的过程 不必只为认可与民生苦苦奋斗 没有关系的 不当第一名 没有最多客户 没赚最多钱 还是没有完全亲力亲为 不必担心别人拿走你的构想 或是做得比你正在做的还要好 只要尽你所能所知 推出最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 你就有丰厚的报酬 这跟别人做什么无关 即使现在有人抢走你的功劳 也不要停止推出高品质的工作 最终你是会被仇报的 就如归途赛跑一样 一直坚持和稳定做好工作的那一位 终会胜过竭尽取巧的另一位 而在世上取得更多的分数 享有更大的富足 如果你跟其他应征者争取一份职务 跟其他商人争取一位客户 或想要得到一张许可或辅助金 不必看成是自己与他人竞争 如果你得到这些钱 客户、职务是为了你更高的好处 那你就会得到 当你申请补助、求职面谈 或是销售介绍时 都要全力以赴 只要接触有你内在信息指导去找的人 你将发现你的钱与工作 当你得到时 不必担心你是从别人那里取走某样东西 宇宙是完美而富足的 其他人会得到 恰恰是对他们最好的东西 你不可能取得走其他人的东西 你的机会就是你的 其他的机会就会给别人 如果你正在跟人竞争一项职务 辅助金、贷款、奖学金或是一间公寓 看看能不能放下担心 去信赖将会发生对所有人而言最好的结果 去信赖 是你的就注定会是你的 宇宙 它总是为带给你更高的好处而工作 不要把同事或周围的人当成竞争者 当他们是朋友 合作会比竞争带给你更多 有一位在公司上班的人胸 想要在短期内成为副总经理 他四处告诉每个人他的雄心 经常吹捧自己的工作 他暗中破坏同人的作品 来凸显自己做得更好 还抢了其他同事的功劳 同公司有另一位人胸 只想把工作做到最好 他经常想到他的同僚 接下额外的工作 只要有空就帮助老板 并以爱与关注来完成分内的工作 第一位人胸没有升职 反倒生气的离职 还非常埋怨公司就是不能赏识他 第二位人胸接着就当上副总经理了 我送出增加他人繁荣的想法 想到他人或自己时 要有富裕繁荣成功及善意的想法 光是这些想法就会帮助他们实现 有时候人们会由于想着别人的财务困难 而把自己引入财务困境 因为你专注什么 就会把什么带到你身上 与其谈论人们生活多么艰难 不如送给他们慈悲与光亮 看着他们拖出困境体验富足 你送出的正面图像与爱将会加倍回馈给你 一位店主急着送出爱 跟想象每位来店的人都会成功 戏剧性的增加他的生意量 人们像磁铁般被吸到他店里 如果有朋友跟你抱怨匮乏 提醒他们现在所拥有的 当你周围的人们谈到财务问题 试着改变话题或是帮助他们去欣赏他们自己已经创造出来的富足 你可能希望中彩券来致富 想中就先准备好接受这笔钱 许多人希望中奖 但并不是真的期待会中 那些中奖的人有用心在这回事上 他们有先去处理好他们的信念 这样子赚钱太容易了 好的不像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中奖会使你中断生命工作 你的大我将会阻止你去获得 种一大笔钱创造出来比你想象更多的挑战 数目刚好的钱是重要的 如果一笔巨额横财打乱生活的平衡 你的大我最有可能不让你拿到 拥有一笔巨额横财决定于你准备了多少 而你生活中许多事情都将改变 以一个你能调整的步调逐渐取得金钱 是一份上天的赐予 你可以熟悉用平衡稳定的方式来处理更大股的能量 在大笔金钱进来之前 你会有时间尝试出各种的因应行动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去处理 就得到了大笔钱 大我可能找出许多方式来让钱离开 许多赢到或继承大笔钱的人 已经在短短几年之内失去或花光他们 他们自己的能量与那一大笔钱并不能调和 那些保有横财的人经常会维持原来的工作和房子 并把钱存在银行 慢慢来适应这增加的数目 如果能在过程中成长 那就去玩彩券吧 对许多人而言 彩券提供一个机会把自己想象成富足的样子 这个图像会帮助他们以其他方式引来富足 每次买彩券 令他们感觉到中奖的可能喜悦 然后把这种感觉带进生活里 他们的灵魂可能就是要他们发展这个感觉 你也可以有同样经验 急着视觉化自己的成功 想象拥有你想要的 并且让这图像尽可能真实生动 我的钱是自己和他人好处的来源 当你有钱时 把钱看成是好处的来源 看成是有潜力来创造更高目的 这目的会再被转化成物质与形式 把所有你银行与口袋里的钱 描绘成正等着你发好诗令 要走出来为你跟其他人制造好处 欣赏你的富足 也理解到你已学会开采宇宙的无尽富足 你的金钱正等待机会来带给你好处 增进你和其他人的生活 游戏练习 拥有金钱 1. 若是纯粹为了玩与享受 你喜欢花多少钱 2. 你喜欢你的存款有多少钱 3. 你喜欢你的净值是什么 4. 你喜欢有多少年收入 5. 明年和后年你想用钱做什么事情 把你想到的尽可能列出来 6. 从第五题的答案选最能代表你的一项 并完成以下问题 A. 至少列出三种 此项目将服侍你更高善意的方式 B. 至少列出三种 当你做了此项目将服侍别人更高善意的方式 B. 至少列出三种